这样的方面 火箭咻的一声笔直升空 引发现场一片欢呼 来自焦大火箭研究中心 八九年来努力 终于在三十一号上午 将自制火箭送上高空 排除外难 终于把所有的系统都整合完成 终于有一次完整成功的飞行 过去曾试色两次都失败 第三次测试 双截小火箭顺利飞上新竹 一千公尺的空中 过程中不但顺利脱节 最后降落伞也成功打开 把基建送回地面 未来还要利用混合火箭 发射个人卫星 用于影像或通讯用途 我们已经成功飞行上去了 那就开始进行回收作业这样子 然后我们有配备三个降落伞 大火箭它的成本制造上比较贵 所以我们先用小火箭来进行 次系统的飞行测试这样子 尽管节省成本 做出小火箭 不过国内研发团队 为了解决经费问题 去年在网路上 募集近千万资金 希望能在今年 让台湾飞入太空产业 三令新闻张浩毅 林玉峰 陈一杰新竹采访报道 而国内研发团队